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白日满地红 包不住火辣动体 玲瓏曲线 展露无遗 每个大师活动我都这样穿 兔子跟着月亮走 国旗妹跟着兔子走 小摩大象寒流 知名度跟着爆红 这个国旗是去金融品边 边穿边缝 然后要抓 抓哪里 抓妖身什么的 花了3000多 请服装师改造 这件国旗装或许只能在特殊场合穿得到 不过花钱制装 倒就是模特儿的工作日常 衣柜它就很多衣服 然后这是走秀要穿的礼服 或者是拍电影 有些电影它是要穿礼服的 不论是小洋装 正是一点的小礼服 数不清的衣服把衣柜塞爆 反正还只是并扇一脚 走秀任何什么工作场合 我都不想就是 每一次出席活动 然后都跟上次的一样这样子 所以就衣服就是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 赚了大部分 大部分喔 甚至有时候还超过 都贡献在我的 制装费跟车买费 很多衣服只穿一两次 有些甚至根本没拆掉牌 这些制装费累积起来非常可观 我上个月买了 好像五万的衣服 还没接到工作前 就已经再花钱 这样的成本支出 名模更感同身受 因为很多的部分要自己支出 自己开销 包括我们例如说像走秀好了 我们走一场秀 就像秋冬的秀 我们准备的鞋子 靴子全部都要自己准备 名模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 事件起因于 2005年 林若雅申报纵索税 以执行业务所得 列举30万制装费 却被国税局认定 薪资所得 必须补缴5万多的税 因此提起行政诉讼 而成审法官也察觉有意 主动申请示线 大法官在这里面也认为说 的确对于某些 特殊的行业来讲 他的费用支出 可能的确会比一般人来得多 如果我们用统一的 一个标准来讲 的确就会对于 他的一个公平性 有一点质疑存在了 之所以有争议 就是因为现行法规 只有独立性工作者 例如律师 会计师等等 可以用执行业务所得 列举工作必要支出 而一般寿星阶级 属于薪资所得 以林若雅释献案当年 最高扣除额 跟上班族一样 就是12.8万 换句话说 30万元制装费 只能扣除12.8万 而列举就能全数扣除 对报税人比较有利 大法官其实判财政部违宪的时候 财政部又刚好提高了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薪资所得扣除额 从原本的12.8万 提高到20万 适用于一般老百姓 财政部也拟出所谓的名模条款 未来制装费 事业工具支出 以及进修训练费 这三项通通都能列举报税 不争议还没结束 可是我们财政部 就只开放三个项目 那这三个项目远远不足 像我刚刚讲的 出国开会 我的礼票 我的礼费 那他可不可以列报 他就没讲 我今天劳工 这个自己 假设我要上班 赶上我搭计程车 那这个像德国 是可以扣除的 东欧大学法律系教授 陈清秀 也曾不服国税局 将他终点费 认定为薪资所得 展开一连串诉讼 最后也通过视线 这本书日币是 9800块 等于大概 应该有2000多块吧 大概两三千块 每一本都好几千块 对 所以你看我买一本书 就要5000 这个是两三千块 所以我如果买个几本 你看 我很快就超过20万 整间研究室 几乎快被书本淹没 陈教授每年光是做研究 就自费花了好几十万 买外文书 未来新法上路 就有机会采取列举扣除 但也不能无限上纲 所以他们有提出说 每项最高的减除薪资收入的 3% 就是这个费用 最多只能是你的3% 我刚刚讲它有三项 所以原则上你的费用最高额 就是你的收入的9% 举例来说 一名上班族年薪100万 因为工作需求进修 花费8万元 但可列报金额 只有100万的3% 相当于3万块 相较之下 选择20万订额扣除 比较有力 如果列报要超过20万扣除额 回推可列报最高的9% 年薪至少超过222万 才比较划算 俗称的名模条款 恐怕只照顾到高薪同群 200多万的话 一个月要赚20万年了 这个很刁难 我觉得这个很刁难 不仅是也刚起步的模特儿 看得到 持不着 普通的上班族更是享受不到 一般人民众上班成本的费用 就算你去拼命收集收据 大概一年凑不到20万 假设今天全面性的 我们也让你心资所得的费用 这些也可以让你用列举的 那你能想象那个 到最后会有多么困难吗 某种程度上也会增加 那个激增的一些成本 所以这样子比较下来的话 当然为了要便利 所以才会有一个像这种 特别扣除额的数字出现 上班族别灰心 为了照顾普罗百姓 财政部也调高四项扣除额 月薪三万以下的民众 免交所得税 一年省下5000多元 双薪家庭年薪81.6万以下 同样也不用缴税 而调幅最高的幼儿扣除额 则是让一家四口 年薪123.2万以下 不需要缴税 所以其实他们这次这个 这个政策这样子其实 不无小谷啦 有一能缴一万一千多 对 然后后来是有它之后 就好一点了 税改大放送 减轻民众负担 拼经济 是美任政府的大课题 林若雅市县案 成功翻转长久以来的 不动税制 期望促进更成熟的公平赴税 才是人民与国家真正的双赢 又要报税 又要准备下周的工作 现在深夜的你 可能还不能休息 还在忙 等到忙完之后 想要洗衣服 又担心是不是会吵到邻居 这种上班族的深夜困扰 其实也是一种深夜商机 都会去夜猫子需求庞大 深夜服务是一门好生意 可以让你边洗衣服 边喝杯咖啡 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 我们像这种洗衣店 结合咖啡店的复合式经营 现在成为都市的一道深夜风景线 深夜里晚归的人们 这还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晚上九点多了 不想在家里面洗衣服 怕会吵到别人 你会选择到洗衣店来洗衣服 不过在台北市 有一间洗衣店非常的特别 他客除了可以让你洗衣服洗备单之外 他还提供了烘衣机 除此之外 在等待的时间 你还可以好好享受预备咖啡 咖啡箱冲走叶子寂寞 深夜洗衣店是都会区的好邻居 结合咖啡店 让整个空间氛围更令人留恋 给客人 然后在这边洗衣服 烘衣服的时候 他就进去用餐 我觉得还蛮方便 洗衣机也都是我们提供的 而且他只要带衣服来就好 对 洗衣咖啡店照顾了一窝夜猫子 这里也收容了 许多同事天涯沦落人 除了我在这边来做洗衣服之外 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不用赶着回去再处理工作 处理事情会比较有效的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莫过于下班了还在上班 利用洗衣服的零碎时间 抱着一台笔店在咖啡店加班 幸好店里还有美食 补味你的心灵 牛排先经过低温输肥 再到铁锅绕上香酥外衣 把鲜嫩肉汁锁在里面 搭配现烤的可颂 以及炸薯条 一旁还有特制沙拉 最后再打上一个水波蛋 宵夜场的深夜限定 这份湿式熟成牛排可颂 拯救多少饥渴的灵魂 假说完美食 衣服还在打水仗 没关系 还有猛虫陪伴 可是他们都在睡觉 因为他们已经玩累了 装装 这是什么 这是碗熊 店内的透明玻璃屋 还有这位明星小小店长 孙儿 他很喜欢爬在肩膀上 就跟副寿的联盟的Rocky 是一样的 很喜欢站在人家的肩膀上面 碗熊魅力惊人 有许多客人都是冲着他而来 拍照摸摸抱抱 成了深夜最疗愈的画面 然后最近就刚好很多报告要赶 然后臂展什么就比较忙 所以就是想说来这家咖啡厅 然后又有小碗熊还有猫咪 就因为我还蛮喜欢小动物的 所以就是来这边就可以 看着他们疏压 做报告不用孤军奋战 小动物陪着挑灯夜战 我当初原本是做业务 然后早上的8点起来 一直工作忙到10点11点 我回到家的时候要吃饭 也不太好意思 然后洗衣服也打扰到家人 于是就有个想法就是说 怎么为什么 国外有洗衣咖啡店的存在 台湾为什么没有 日本都会区步调快速 做事情讲究效率 洗衣服不浪费时间 来上一杯咖啡成了新趋势 自助洗衣店在日本越来越热门 自2015年来成长近三成 我给你打扰时间 这样就会比较漂亮 女生也会比较容易进入 投下硬币按下开关 自助洗衣机开始运作 等待时间不只喝咖啡 还能玩攀岩 洗衣服过程中 能发挥的创意实在太多 我知道有一家 它有洗衣的酒吧 那个就很好玩 它叫洗衣吧 复合店话题十足 现在也有超商结合自助洗衣 民众有手机APP选好模式 结账后就能洗衣服 然后可以输入手机号码 输入手机号码的话 结束前五分钟会有简讯通知 超商洗衣店就开在社区大楼一楼 客群锁定街坊邻居 我们从2015年就开始去进行 复合店型的这个研究 其实这样子的复合店型 会较一般店业绩成长一到六成左右 洗衣商机无限 台湾或许正在起步 现阶段瞄准深夜服务 增添卖点 要让许多晚归的夜猫子 多了心去处 也是深夜商机 夜猫子不能没有的宵夜 在台湾的严肃鸡 可以说是国民美食 台北东区街头有两位年轻人 开发了中西河壁的严肃鸡 有各式各样的创意口味 为传统小吃打出了新的格局 问题是 近期东区出现了关店潮 铜板经济的严肃鸡 如何存活下来 来看这个深夜美食的幸存术 平日下班时间 东区街头有一点点冷清 但这间店却忙得火热 陈先生 10分钟好不好 10分84 你要带子吗 很多果人宵夜首选 就是严肃鸡 除了是当晚餐 或是单纯节铁嘴馋 深夜时段来上一份 很邪恶却非常疗愈 炸物在油锅里 不同不同 跳进石油棍棍的泡泡浴 吞发出来的咸香滋味 刺激 唾液脆皮 刚起过严肃鸡还不算完成 还得经过大火快炒 这不是平凡逆招 因为我们炒后可以增加香气 我们还给客人 像洋葱堆大蒜 所以有经过炒 然后有加热的过程 它的香气整个就会凸显这样 大火煸过 洋葱 大蒜九层塔 味道更能进入食材 而这间刚开一年多的严肃鸡 能在东区闯出名号 不仅仅是靠鲜榨后炒 食材才是关键 像是一般的这种米肠 或者是豆干 米血之类的鸡屁股 我们这种先用我们的老卤 下去卤过 对比传统严肃鸡店 多了卤跟炒两道程序 但更费工的是 不定期推出限定菜色 这道鮪鱼酸豆牛肉卷 外皮金黄酥脆 里头清爽的鮪鱼酱 搭配特殊配方 化解了牛肉的油腻 像这样的西式料理 可视他们的强项 其实这道菜是一个 意大利的经典的冷菜 它其实在冷菜里面是 通常是用小牛肉 然后跟鮪鱼酱 然后做成一道冷前菜酱 然后我们只不过是想说 怎么样从这道菜 把它变化成 一个咸酥鸡定 里面可以拿来炸 中西合璧的火花 源自于主厨的料理背景 REBUCK原本是一位西餐主厨 曾经到西班牙学习料理 回到台湾后 遇到伙伴小猪 为了一元儿时创业梦 两人退下西餐主厨光环 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演夫机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西餐的 然后当然就是做咸酥鸡之外 我们也不想要就是浪费以前 我们所学的一些知识 所以就是想说就是 大家能够以很平民的价钱 然后来吃到一个像有一种 带有西方口味的一些炸物这样 除了咸食之外 甜点也要来一个东西方大融合 这是巧克力馅 我们用法国就是40%的巧克力 苦甜巧克力包入真好的芋泥馅 这道手工芋泥巧克力 看起来有点抬 尝起来却酷了氧味 搬芋头饼不是就很肉松 然后不然就咸蛋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不行 我们要来做一个就是 比较不一样的 手工制作是品质保证 却会把工时拉长 社业时段是严肃鸡的主战场 开店到半夜12点 但为了全手工 隔天早上11点 旧嘴开始备料 餐业都累 我也说因为自己手工做 比较多就感觉比较累 应该说这样子得到成就感 应该是可以 抵掉那一些所谓的疲累感 我觉得因为萝卜糕 芋头糕吃的很特别 其实跟外面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因为这种 可能再回来 可是它萝卜糕 好像是那个 鱼友什么都他们自己吃了 其实我今天来做 不要这样吃这个东西 尽管靠口碑 越来越多吃过报道 不过创业初期 就像遇到萨诺斯弹手指 这个东区人潮大幅衰退 但他们并不放弃 刚创业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什么名气 然后我们两个也曾经 就是一直坐着 然后也都没事做 然后可是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就一直抱持着就是 就是一起加油 然后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定都会度过 下口街边的严酥鸡 在台湾人心目中 有一定的江湖地位 入京小店接地气 融入新餐料理手法 把庶民的铜板深夜小吃 产生到另一个档次 不管是美食还是生活用品 现在很多人都用网络订购 行动支付 脸书现在也要推出加密货币 进军电子商务 我们台湾是全球第七大电商市场 2016年已经突破了一兆元 预估到了2022 将会有两兆的潜力 那么根据人力银行的 最新调查显示 有高达8成3的上班族 都愿意投入电商市场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电商平台 现在已经成为年轻人 发挥创意的最佳舞台 第一张要再自来一点 那我们在去年的话 这个彩妆收纳盒已经卖出超过10万套 大概几乎每一天都会开电商的APP 然后滑一下 因为上面他们都是很常会有优惠活动 大概是这一年左右吧 因为后来你去实际店 你反而好在搬大包小包 到网购大概三天 然后直接送到家 你也不要提到大包小包 那就很方便 然后快速又方便 然后又省力 电商就是一个 什么都要会的一个行业 30岁出头的魏子轩 李慧与夫妻 原本时尚满足 从代购到批货 到最后自创品牌 拼了4年 才在中和有自己的公司和仓库 刚开始的话 其实什么方法都试过 我们就是挨家挨户去问 去卖 然后我们还有去夜市 偷偷晚上那个时间点 我们拿着后纸板 就去那边摆摊了 直接在现场卖 应援季会接触到电商平台 月营业额已经成长到破百万元 今年的话是美甲贴片 还有一些刷具 又卖得特别的好 最后会选择电商是 做这种平台模式 是因为平台模式它 其实已经帮你把客源都集中了 集中客源了 我们就只要做贩售 然后再加一点行销方式 仓库存放上百种商品 捡货源熟门熟路 迅速将消费者订购的商品集中 透过检盒 包装 出货 包括了洪小姐网货的商品 也很快就能收到 已经习惯已经从Google改到 直接从电商下单了 对 因为他们上面的资讯也很完整 然后也有就是照片 影片都可以参考 像我们这个是现在新的 它是比较要展示功能的 因为它有做这个边框的设计 对我不知道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 白色还是黑 台湾的平均的消费者 有六成到七成左右的消费者 他是他在买东西的时候 他不是去Google去做搜寻 而是他会找一个他喜欢的平台 去上面去搜寻东西 而且这个平台东西越多越广越好 其实有一些品类或品牌的 关键是搜寻量 我们甚至已经超过了搜寻一期 根据自测会调查 网购族获取商品的资讯 59.1%选择购物网站 胜过使用Google的40.2% 脸书26.7% 电商平台 似乎吸引更多知名品牌进注 我们的流量其实量级其实非常大的 所以对于品牌来说 在我们这边进注的话 可以接受到很多 可能它既有的客群 也可能可以接受到很多 原本可能对它不是那么熟悉的客群 所以我觉得这个流量 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电商市场规模近十年快速成长 根据美国商务部资料 台湾电商市场 2016年总值376亿美金 一定是全球第七大 超越韩国加拿大 我们台湾虽然人不多 然后国土面积很小 但是很爱消费 所以我们是我们以网络零售占比 占比所有的零售业的比例来说 我们是超过10% 那这一个东西是远超过日本 超过新加坡 超过所有亚洲国家 甚至于跟中国大陆也没有差多少 我们同事其实都是充满了创意 其实像是很多互动性的东西 或是有趣的案情的发想 其实都是从这些年轻的同事所出来的 我们执行力其实是非常迅速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 一方面也是归功于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弹性的 然后也充满了热情 所以当我们决定要 从某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大家就是一无反顾地坐下去就对了 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调查 百分83.23的上班族 由医院投入电商产业 有5.39%已经在电商相关的产业任职 而且30岁以下的年轻人居多 除了虾皮 包括了PC后 平均年龄大约32岁 说真的 这个行业 基本上真的是年轻人的天下 很多的创意或是说很多的卖法 其实都是要靠 因为他们才会有彼此互相沟通的语言 以台湾7家有公开财报的电商平台来说 2018年的营收大致都增加了1到3成 不过只有3家有获利 另外4家亏钱 电商经营的风险是越来越高 包括了ASAP闪电购物网 美国知名电商新淡生活网都相继关门 也有部分的电商平台缩编整并 而面对电商的战国时代 年轻优秀的人才 也成为电商发展最重要的资产 稍后来看电商力图转型成新媒体 还有领口居民捍卫家园 要把污染河流的不肖业者揪出来 继续锁定深度调查报告 欢迎回来 虽然台湾网购消费力道强劲 但是对于电商平台来说 挑战越来越严峻 连通讯软体LINE 还有社交平台M17 都来争强网购商机 那么特别是直播呢 它是一个无法挡的大趋势 各大电商平台都很看好 因为它可以让卖家跟民众来增加互动 还有平台推出了直播问答游戏 创下了同时有10万人 线上观看的记录 我们继续来看这场 平台转型生存战 好那我们直接来介绍 今天的抽奖规则 对 没错 今天一样呢 只要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就可以抽雾冰 电商找网红梁凯莉直播 要交网友传搭 不是以优惠价格增加买气 早鸟限定 对 然后你可能说什么 我爱梁凯莉 对 你自己的方便知就是 我是早鸟 好 这样很好 但你要小心 你的左边 这边会放那个伤 反正它放在那个人头上面 对 反正这边是 停泡的时候有点 好 大概这样再一个 当有直播的时候 同样的产品和销售 其实是平常的四倍 还是有很多人 没看到人 我不想跟你买东西 直播开卖到底多受欢迎 根据创世纪市场研究调查 网购族有80%看过电商直播 其中40%不但看也会买 电商平台就到了商机 包括雅夫奇谋 某某购物 PC Home 虾皮等 国内电商或跨境电商平台 几乎都成立了直播节目 电商平台的战场 从网购厮杀到电商直播 好笑 可以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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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卖衣服的人 然后下面的人会说 我想看不同的角度 可以帮我转一下 这些都是 平常在一个静态的页面 没有办法传达出来的 一个额外的资讯 大家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为什么消费者要跟你们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开始演进 很多很多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 我想包括你刚刚讲的直播 然后玩游戏 社交等等像这些东西 虾皮金头脑百万虾圈堂 我是小凡 大家好 五人团队加上手机和电脑 就能直播玩游戏 5 4 3 2 1 第一题请上图 这一张图实在是 主持人本能非常非常有印象 好玩的点是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多人在线 现场现在有多少人 跟我一起参与的时候 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游戏 电商的新媒体平台 除了介绍商品跟粉丝互动之外 西向现在晚上8点 你现在看到直播室里面 这在上档的 是有关线上的游假侦达 民众可以通过手机玩游戏 拿奖励 这天最高有两万六千多人上线 经过了十分钟 六题打完 才有两万三千多人停留 直播问答 展现好的活动黏着度 平均我们大概有五万以上的收看 最高的部分 我们将近十万人来收看 其实从这个观看人数的话 如果我们比较传统的电视节目 应该超过了六成的电视节目 其实都没有这样这样的一个收视率 我今天是面对面的 我认识你了 我看过你了 所以说为什么电商平台开始 要有一个往媒体的平台 因为其实自古以来 人与人之间的买卖 反正都是大多数都是面对面 直播只是提供了一个 面对面的契机这件事情而已 这股直播问答风气 也在电视出现 由社交平台和电视台合作 手机电视跨萤幕播出 找知名艺人或政治人物上节目答题 让观众和网友都能和来宾互动 拿奖金 话题性十足 台湾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山 玉山 台北市中山区的三马游地区号是什么 这股直播有讲真大的风潮 都得投入不少的人力和资金 烧钱的同时 背后的商机到底是什么 他今天来这个平台他是为了好玩 我喜欢这个品牌 我喜欢这个平台 而不是只是到最后只是价格 我是喜欢你 我才跟你买东西 这其实是整个电商未来的 各个卖家要思考的趋势 用户体验一方面 当然是在购物方面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很顺畅的流程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享受这个购物的过程 或者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有更多互动 可以被娱乐到 以虾皮为例 让消费者不是只有购物才会进入平台 强化社群 娱乐互动 就是为了成为消费所需 只要我掌握你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什么都能卖给你 不是只有卖货 我可以卖服务 我可以卖娱乐 我可以卖生活的方式 所以说它的演化是 延伸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不只是台湾电商平台 包括亚马逊 也在二月推出了直播 在APP中 推出自助式的直播工具 让消费者可以边看边买 当电商不再只是电商 直播也不只是导购 而是透过娱乐 让用户停留更多的时间 成为新媒体 也成为消费者生活中的一部分 电商提供给我们方便 但是美好的生活 还是需要美好的大自然 只是在人为污染之下 大自然是否已经逐渐变得不那么美好 我们来看的是新北市领口 原本号称它是台北的后花园 但现在这个后花园已经快变了调 吸水充斥着猪的排泄物 一路流 流到了台湾海峡出海口 当地有很多居民喝的是地下水 安全亮起红灯 民众的健康也亮起红灯 接下来这个报道当中 我们就来看居民如何跟养猪户斗智斗勇 他们跟茶器大队联手终于抓到了铁证如山 而他们的初心很简单 只想要讨回林口十年前的好山好水 军民带着我们来到林口主要河流的 瑞树坑溪出海口 两三年前还是一片清澈 现在令人眼鼻啊 你来看这个核物标题吗 你看那个气胖还是这个株辣植 我们不利的人 现在这里都淋地下水 看人生的必用品这样可以吗 从瑞树坑溪路往上开 有16户养猪 最多一户有一千多头 共有两万头猪 在全台养猪聚落中属于中型规模 比沿线的五千个村民还多 这也很密集啊 空屋啊 空屋就是有烧植鱼的 白天的话是用粽油的 可是晚上他用那个 我们再上一点 上一点 对 这些东西 上架的地方 原本在大陆经商的张先生 退休后回到家乡 才惊觉怎么污染这么严重 当家里的地下水过滤完 还会有黑点杂质 也就半信半疑的喝下了 半夜空气中还有南文味 住附近的亲戚 有两位长辈死于肺病 他说和隔壁就是两户养住户 脱不了关系 这是张文中他大伯的家 养住都在对面这里 所以空性户很严重 很严重喔 烧之后什么山坡什么 那个烟柴 我们以为是一片祥类 你晓得吗 觉得那是烧 那个事业会幸福 他们都很健康耶 还割足存也没有发现什么 可是一住院三个月就不见了 还是会水腫啊什么 有影响也是绝对的 居民受不了 再不自救就死路一条 组成水环保巡守队当起柯南 发现有养住户 明明有处理设备 却直接把猪大使排入河流 养住户不承认 柯南们和环保局 把蓝色一体倒进管子 声称有处理设备的养住户 竟直接就流到河里 没先在处理系统过滤 居民们看了倒抽一口气 这下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居民常年喝下地下水 实在不敢想象后果 这次和中央单位的 鸡茶大队合作 在几处主要养住户旁 投放水质远端监测 这个测导电部 这个手机会传到网站区 我们在街上网站 可以看到数据 现在在晚上8点左右 或者是在凌晨5、6点的时候 它会有两个排放的尖锋 恐怕猪大使都没处理就排出来 就是那个分料的颜色 就是分料颜色 那你有处理好 它的颜色其实是有点像这个版格 有点咖啡偏红色 偏咖啡红的颜色 然后没有味道 对 但你能想象吗 这根没有进到处理厂的暗管 竟是从山上拉接到马路边 河流里 源头就是山上的这处养住户 光是要徒步找上山 恐怕还没有路走 要不是空拍 还逮不到排移的元凶 但明明有找细胞 有处理厂啊 我们要证明 我们踩的方法 就这样流出去 它是有 但是它就没有把它处理好 就可能为了省钱了 或者那个找细胞 是可以回收当房交流 就死掉了 事实上 你的汇水处理就没有这个东西 转到另一处养住场 为了揪出乱排大石水的出口 鸡茶大队深入树林 这个会有花 又是一处出水管 就大啦啦躺在河流边 别别别别 再吹出来 藏身树林里的大水管 常用这样直接排进河流 还有游客来取用山泉水 看到这儿恐怕都要变脸了 源头也是养住户 这些水大概只能做灌溉用 其他大概没办法去做 没办法去做食用 有机物超标就是抽位的问题 就是这些其实就是猪分料 可以喝吗 当然不能喝 猪分料 所以业者会讲说 我这个水都是养分都是肥料 它都是养分就是肥料 问题是你全部都是肥料 所以这核根是死料 合法养竹场却掩护非法排放 污染环境 一胆道就开罚 捐抓环境污染的大队长 和养竹户牢是这样猫捉老鼠 大探这样不是办法 应该要有杜绝的做法 应该是由市政府的农业单位 来辅导这十几家的畜牧场 就是成立一个联合处理中心 由专业的汇水处理的厂商 来帮这一些畜牧汇水的 大家通通 既然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管子都可以埋到800公尺了 它其实这些管子 大家都可以用这些管子 集中到汇水处理厂 辖区主管的新北市政府这么回应 当地民众跟业者本身有共识 中央也有相关的 像利能发电早期处理措施的辅导措施 那如果有业者因为投资 那设置的话 也可以跟中央申请相关的 有货货补助 没有辖学人情包袱的尴尬 环保署督察大队 常常是哪里有污染违法试证 就往哪里去 有时蹲在河边 草丛里待上整晚 笑称是玩屎工作者 这一次和当地居民合作 证据确凿带到偷排放的污染源 依违反水污法20条罚3万 还要依据排放水值水量 经采访机者计算罚款 罚不怕的再累罚 并促使福岛合法处理排放物 青山绿水加园难以复原 至少别再恶化下去 好山好水的林口竟然天降黑雨 房子车子种的蔬果都染黑 居民气炸 终于找到了污染源 到底怎么回事 继续锁定 深度调查报告 欢迎回来 新北市林口是新北最年轻的区域 连续七年 它蝉联新北市民所得第一名 合理的房价也让它成为这十年来 大台北地区人口移入的热门地 那么这里有外语学校 有漂亮的重化区 交通也很便利 同时好山好水的环境 很多人退休之后 都想住在这 但是没想到 有一天林口下了一场黑雨 把大家吓坏了 不但居民种的蔬果都染黑 连地上车子上都变黑 没多久 林口区公所的人跑来了 要这个居民签下窃结树 变黑的蔬果不能吃 不能种 不能卖 大家想问的是 有这么严重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调查报告 这个是因为下雨之后 所以上面有一些已经被冲刷掉了 这个黑粉就是他们的 这个黑粉你看 这个怎么吃的味道 走进菜田 惨的是一大片农作 你看这盆子都是这样 都是黑的你看 这里有这个 问他有没有 干一些有毒的物质 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天傍晚 天突然变黑 天空向下起了黑雨 有人的脸瞬间变黑 路边座椅沾满灰渣 鞋子 双脚都是黑的 外车车白的也变黑 这层厚厚的灰渣 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也要发现 这边是不是有毒物质 王太太说连关着的大门 都挡不住 这来这个 像这鞋子这一样 我们书咱这七碗的红尖 三七碗 五碗 七碗是七后穿起了 可以做了 鞋钢也是又黑 事发已经半个多月 居民把拖鞋刷了又刷 还是这么黑 这边说墙都洗不起来 这都洗不起来 还说每天在这边穿多重 当晚居民气得摸黑上山 包围被指为召获者的炼心厂 怎么还不开门呢 你开我们还不会进去 没得到你允许我们怎么进去 你现在怎么不开 如果是你的工厂 你的家你愿意让人家进 随便进 所以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 你是指法人员吗 业者嚣张回响 连环保局人员也被关在门外 直到居民找来议员协助 业者才开门 这可能没有的灯很臭 快点啦 这烧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驴 驴 驴烧 没有我们是做新的 新隔金 所以炒真带奥心的意思吗 这也是居民最担心的 战地千坪厂区 地上都是金属品 业者这么解释 我们等于是说我们这一套系统 就是墙原这套系统故障的 它的那个基层布管坏掉了 所以它把烟带出去这样而已 這樣變成這個狀況出來 那我們趕快把他鋪上牌組 就是偷偷摸摸在做這些事情 股東之一是一位五股里長 台湖的質疑我一定會有 如果有什麼質疑 十幾年了 十幾年要有什麼質疑 有什麼質疑 為什麼我搭配環保局 你會知道 這家練習廠 原來已存在當地十多年 記者致電詢問業者平海淵 這個是很單純的意外 貴一層鋼木重金錢 極存的積積 那個布破掉跑出去的 也不是我們的產品的東西 你不是在修嗎 不是 我在修 人家就是派一層 一些食品都要弄到 要更新的就要更新 是這樣嗎 灰紮污染的蔬菜 連日下雨也沒沖掉 半個多月了 用水洗 用手搓 黑字還在 什麼東西 那有油的名字 林口區公所來看 要居民簽下了 不能吃 不能賣 不能種的切結書 居民事後才想到 就生計怎麼辦 我們這邊高義 很漢漢的農民 可以說訴求有門 拜託我們這個 最競爭的市長 何市長 來關心這項農藥 這片菜 整天都 一隻也不能賣 會害人 阿伯阿伯 千萬元 都會有成分 環保局已經採樣 集成帶的灰紮 農業局也採樣 受污染的蔬菜和土壤 帶回化驗 重金屬成分 以及有沒有帶凹性污染 他在背上 沒關係 這是看得到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 地上的東西 我們看不到 土的問題 我們沒辦法解決 我們在那邊 都吃地下水 都土壤水 我這水要怎樣 依據我們的檢測結果 這三樣 包含像一些重金屬 或者是比較擔心的一些 有害物質來說的話 它都是遠低於 目前環保署 所規定的標準的 所以除了現況來看起來的話 並沒有造成一個 比較危害性的污染的情況 我們採不同的短期液 在送醫院 八大眾因素的部分 檢驗結果也是全部都符合標準 它違反我們停工的處分的話 我們就會移送地元素 因為在空法裡面 違反停工命令的話 它是有刑責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用刑責 來方式來約束它 那我們也會繼續地來監督 這個廠 有沒有違法運作的情況 為了健康 少油 少鹽 少糖之外 其實我們還應該少零 零也被稱為是另類反食脂肪 而我們一天在不知不覺當中 吃下了多少零呢 繼續鎖定 深度調查報告 歡迎回來 大家都知道健康飲食 就要少油 少鹽 少糖 但是很少人知道 還要少零 衛福部建議成人零的攝取量 每天是800毫克 但是我們的三餐呢 幾乎都有添加零酸鹽 像是一盤下人炒飯 或是一份小火鍋 一杯珍珠奶茶 就超標了 一天算一算呢 我們大概每個人 攝取了將近一兩千毫克 那麼國外呢 以另類反食脂肪 來自製造成人的食物 來形容零的危害 因為他是名符其實的隱性殺手 過量的零會造成幹流失 那麼輕則骨質疏鬆 腎結石 也會引發心臟血管疾病 嚴重的必須要洗腎 因此醫學界呼籲呢 食品標示當中 就應該要增列零的含量 讓民眾來自主把關 其實手工麵線就是 它要不要太好拉的情況下 然後又不會端太多 這樣起來的麵 就會比較Q 根據農務會統計 國人一年吃掉 130萬公分麵食 以吃下各種添加物 從香料 色素 到防腐劑 想吃不添加的麵條 越來越困難 我們這個麵條 你在像這個夏天對不對 你不變的話明天就 明天就痠掉 味道很難潤 剛開始的時候客人一定 會說你這個是 前天做的 不要做多久了 採訪那邊講我說 你以後買東西 我建議你一定要買冰箱的東西 不能買外頭的東西 冰箱的東西 就表示它沒有加防腐劑 許媽媽是第一代的 手工致面達人 堅持不加防腐劑和添加物 也獲得衛生局認證 衛生優良自主管理 一般的那個就是店家 他會給你罵 說為什麼 別人的麵不會壞掉 你的麵就會壞掉 我說沒有加防腐劑 不過你要賺錢 你要賺得有良心的錢 麵條除了麵粉和水 也會合法添加磷酸鹽 增加麵條的口感 不容易沾黏 更好保存 這些年來 至少超過30名的化工廠業務 推銷磷酸鹽 許媽媽都拒絕 你家裡放那個東西 就沒有蟑螂了 你蟑螂都不敢 都不敢接近 你看我們 但是人 我們的皺面廠都放那些下去 就是磷酸鹽下去 麵會會比較白 對 麥相會比較好 而且我放了 我聽客人家人 他說放一個月都不會壞掉 我嚇死了 真的 磷酸鹽的問題會嚴重 就是因為沒有毒太好用了 具有保水 黏著 防腐 膨發等效果 就像食品界的美國鮮丹 不僅僅麵條 生活中有太多含磷加工食品 早餐 一個麵包配一杯珍珠奶茶 中午兩碗麵 晚上再來份火鍋 除了好吃 你知道吃下多少的磷 真相到底如何 我們來實驗室找到 三種民眾常吃的 白麵 黃麵和板條 都檢測出添加磷酸鹽 50到100毫克的量 至於奶茶 粉圓 和火鍋料辛辛腸 磷酸鹽的添加值 從100到500毫克都有 我建議民眾就是奶茶大概潛藏幾指 對 尤其是慢性疾病患者的話 對於四些珍珠奶茶的部分 這種人工製品還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檢測出來 它的磷子的確是滿高的 人體對磷的吸收程度不同 植物性有機磷 吸收率約10%到30% 動物性磷 則是40%到60% 而磷酸鹽是無機磷 身體幾乎百分之百吸收 可是你一天之內吃過的時候 傷品累積起來之後 它可能就超過你身體 可以正常去注意的量 所以磷酸鹽過濾 其實最大的問題 倒不是有毒 而是它會造成你腎臟的負擔 現階段 無法從外觀看出零含量 民眾只能少吃加工食品 多吃天然食材 減少零的危害 剛剛節目中你看到了 腎臟醫學界的積極建議 我們的食藥署立刻說有困難 但是政府本來就應該幫人民 解決困難 如果有清楚標示的話 民眾可以自我把關 或許可以減少台灣的洗腎人口 當然我們的政府官員要多加油了 深度調查報告 告訴你該知道的必須知道的是 我們的播出時間是隔週日晚上11點 我是盧秀芳 下次節目中再會 不筆愺 留給 conse引 7分4整個 6分4分9分8分0分6分0分5分7分0分4分0分細游